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我是小安 今天来到这个广东龙川啊 这里是重新围 也是这个地方当地最古老的一个一座围龙物啊 是谢氏的 现在带你们进去参观一下 广东龙川山池村 这里一座客家围龙物啊 重新围 它是由南宋的抗原民族英雄啊 爱国诗人谢蝶山的十八师益孙啊 谢蕴虫啊 建造的 是建于全龙年初啊 总共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建造出这座重新围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它的占地面积啊 是有20某地啊 房间呢 是有150多间啊 大小天井呢 是有22个 厅堂啊 都有25个啊 然后呢 我们 转移看一下 它是有三个厅啊 三个厅 它是三堂 三堂四横以及和四个角楼啊 有270多年的历史的 崇德堂啊 谢氏的崇德堂 它是翻修过啊 所以呢 看起来都是比较新的 看一下 它这边全是用现代的这种火砖堆砌的 它是重新翻修过啊 我们说到这个仙韵虫啊 它是国学建生啊 生于康熙39年 它是先娶的这个杨氏啊 但是呢 杨氏没有给它 生出这个后代啊 后来呢 就娶了这个王氏 这个王氏呢 就给它生了六个矮子 其中啊 五个矮子都是种的秀才啊 然后呢 在三十岁的时候就花费巨子 用了十年打造的这座崇星围 我们下来 tells的 每一个人都不合好了 我们下来就不乱了